高雄最近幾年的觀光成效 被全國知名的訂房網頁 評選為亞洲十大行星的旅遊城市 有些業者看準了商機 開始把一些老舊的大樓 改建成為設計旅館 無名國際的高雄捷運光之窮頂 在這個房間也有迷你版的 另外像高雄獨有的平隱系 在隔壁房成了牆面的主題 打開不同房間 十種不同的高雄元素 全部放進這家高雄最新的設計旅店 我們融合了高雄的在地文化 然後分享出了十種不同的設計風格 讓旅客不只在外面遊玩的時候 有高雄的感覺 連住在飯店都知道他自己在高雄 新概念卻是藏在舊建築裡 像這家旅店前身 事前至七年的餐廳空間 有的旅店則是買下一棟大樓裡的部分樓層 重新裝修 新舊併程的外觀反而搶眼 觀光就是速度成長的部分 所以我們想要加速改建的速度 其實在舊大樓來講 它取得成本比較低 那翻修的時間相對會比較短 因為觀光熱潮高雄旅館倍數成長 但有些業者有別於一般旅館 特別買下舊大樓重新包裝 省成本但也特別吸引國際觀光客 多家業者都說住房以香港 新加坡和歐美旅客最多 高雄市政府也統計到高雄住房的 亞洲和美洲旅客人數成長超過百分之三十 市府表示今年高雄舉辦比較多國際會展 再加上博厄特區觀光人次不斷成長 吸引的也是散客背包客為主 都是國際旅客成長的原因 而舊大樓變成漂亮的設計旅店 也已經為高雄創造新的勢容 記者王志村許正俊高雄報導